乔任良自杀别墅贬值,房东怒到其前女友、网友,要死死自己家。 由陈乔恩、王凯、乔任良主演的电视剧《放弃我!抓紧我从上映以来,一路收视飘红》。 评价褒贬不一,剧情的拖沓,无厘头让很多网友中途器具。 陈乔恩、王凯、乔任良的三角面擦出很多火花,乔恩与王凯在剧里经历了无数次分手,而Kaley乔任良一直苦情地,不求回报地对陈乔恩付出。 陈乔恩对乔任良说出的一番话,刺痛了粉丝们的心。想看得可以去优酷哦。 乔任良跟陈乔恩道歉,表示自己不应该欺骗他。 失望的乔恩,对乔任良说出痛心的话语。 在这个世界上。 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 。 在剧中,乔任良饰演的角色名字叫做火销,她是丽薇薇、陈乔恩氏,的发小,他们俩一起长大,她一直喜欢助他。 。 在立微微失意后,她还是不离不弃陪在她身边,温暖的性格确实像乔任良的本色出演。 。 但是现在。 乔任良的去世让人感到惋惜,令很多喜欢他的粉丝无法接受。 当然还有一个人无法接受,那就是房东,原因就是乔任良生前所住的房屋是租住的。 乔任良的自杀无疑把这个房子定义成了凶宅,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不激励,这就直接导致了房子的贬值。 为此,房东将乔任良的前女友告上了法庭,因为当时签合同不是乔任良本人,而是前女友,共索赔265万。 。 据悉这个起诉已经被驳回,毕竟法律是法律,迷信是迷信,不能混为一谈。 。 虽然败诉,但是房子贬值俨然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,房东也很无奈,现在不是房屋贬值的问题,而是这样的房子根本就没人买。 。 对此,有网友说道,死过的房子真的是要跌很多家的,还不一定有人买,能买得起上海别墅的都是有钱人,越有钱越迷信。 。 还有人说,自杀请选自己家,你在别人家自杀了,但是人家的房子也不好卖了,自己也不敢住了。 。 对于这件事不少网友都站在了房东这边。 。 这件事虽然没有法理,但是道理都懂,其实自杀的是一位普通人还可以,但偏偏是个公众人物,就这个别墅而言,除了自主之外,几乎已经没有可能再租售出去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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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